大年30了 都不知道睡到几点了 12点半了 温度还挺高 准备起床吧 还是有点困 现在的话可能也买不到菜了吧 等下先出去逛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R7 大年30了 我现在出去逛一下 下午的快一点钟了 今天玉虚工好像是关门状态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菜的话大概率是买不掉了 我们去超市买瓶饮料吧 确实是关门状态 去关一下步行街 今天人不是太多 现在 今天只有商店开门了 没有卖菜的地方 都是卖一些玩具以及烟花 超市应该还是开门的 这条路就是我们之前天天灌的菜市场 现在没有了 去超市 欢迎光临 买两个玉米吧 毕竟买了葡萄嘛 买点鲜椒 再看一下这个果汁 看一下买哪一个 挺多的 也没啥可买的 买了两个玉米还有一点香蕉 再加上两瓶饮料 OK 准备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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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瓶果汁 一瓶麦栋 起床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 好饿 先把门关起来 一关好 早上去买了四样东西 这是排骨 等一下回来再做饭 也不用做了 今天晚上就吃一个鱼 没有买到菜 现在的话我准备还是出去逛一逛 看一下大年三十 这边有没有什么表演 天气挺好的 今天 这里下午应该有活动 上午是进不去的 下午人里面人还很多 现在是四点钟 可能还要等一会儿吧 大年三十 下午四点多 还在做生意呢 哎呀 人挺多的 御虚公警街 上去步行街看一下 街上面好多人啊 我想问一下湖北这边什么时候吃年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外面逛街 准备回去做饭了 逛了一圈 这边里面已经 闭馆了 五点半闭馆 现在 然后回去做饭 晚上再出来逛一圈吧 刚刚已经把锅洗好了 煮一碗米饭 有点油啊 是 把饭煮好 然后 现在把鱼一热 就 好了 给它换了一个气 之前没什么气了 水太多了 上气了 然后等一下把这个昨天晚上烧的红烧鱼 放到这个铁锅里面 再放到这里就热 就开饭了 把这个拿走 然后锅的话再揽一下 其实直接可以吃冷的 但是过年吧 还是把它热一下 就这个鱼啊 稍微给它热一下 然后 哎呀 好结实 我不知道要不要加点水啊 不用加吧 这个冻子放了之后就可以 一换的话 就会有很多水出来 直接盖 烧的快一点 烧开了 烧开了 但是应该还没有烧透 打开看一下 嗯 烧开了 可以了可以了 这个鱼已经换好了 然后放到这边 开饭 这是我的买的饮料 先喝一点饮料 然后再干点米饭 先把果汁换一下 这个是农夫果园的混合果汁啊 应该还可以了 应该还可以了 先来一口 吃鱼咯 年夜饭 只有一条鱼 还可以还可以 我觉得还行 多炒两个菜 连盘子都没有放 都没有地方换 等过两天 年后的话 市场开门 再买点菜吧 炒一炒 这两天的话 就只能到超市里买点菜了 或者吃一点这个自己买的菜 还好 昨天 还买了一条鱼 买了点肉 昨天要不买 今天真的一点菜都买不到了 今天我去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卖菜的了 把这杯果汁吃完 我们就吃饭了 泡了一天 味道已经入味了 这个鱼的 吃饭吃饭 一顿不吃米饭 我就感觉跟没吃饭一样 吃完饭的话 我再去外面看一样 看看这边晚上是不是人多一些 有没有比较一样 可以看 不仅仅反正晚上圆肯定会有 晚上过来在这边看一下人家放烟花 挺多的 还行 在河里面放樱花 没有什么危险 还是挺漂亮的 那后面的好像放的多一点 这一栋楼只有这两户人家开的灯 我不知道大家过年有没有 就是说过年 然后把家里灯全部打开的习俗 我们那边是有 这好像确实入住率不是很高呀 来到了武当博物馆前面的这个广场 人还是挺多的 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这里开车 这个车还可以挺好看的 小朋友 我女孩开的 这个是在收了 那个气垫的游乐园 小孩子果然过年还是很开心的 各种各样的玩具 以前的城楼 它很高端 现在还是尽不高端 它很高端 它很高端 它们的家里 在家里 它一直在家里 它很高端 它很高端 大光年的还在这里跳汤歌 过来灌了一圈 然后看了一些烟花 现在的话我准备回去了 过年的话就是这么的简单 又朴实 现在晚上的八点钟 过来压马路的人还是挺多的 所以说我也是一样的 这是那一条 他不行啊 那一条他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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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忘了 他不行啊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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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吃的饭 没吃完 现在回来等一下 饿了再把它吃完吧 刚刚回来 把剩发剩菜给它吃掉了 现在的话我们把这个排骨 给它炖熟了 都放进去 今天还买了两个玉米 把它加进去 玉米还可以吧 洗一下 把它放进去 这一个好像就放满了 大家能听到外面的鞭炮声吗 在一阵鞭炮声中 我们辞旧言行 迎接崭新的一年 现在是晚上的 十二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零点 大家听一听这个鞭炮的声音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 在凌晨 一趁鞭炮声中 持旧言行 在这里也祝大家 在崭新的一年里 万事如意 事事顺心 裁缘管念 一下鞭炮声就特别大了 真的 想当年啊 我们以前小时候的话也是啊 每年过年晚上的话 还要放鞭炮什么之类的 听听 现在十二点多一点啊 然后还有一些鞭炮声音 但是不多了 已经过了十二点这个时候了 十二点十分了 还踩了一个那个擦炮好像 摔泡 你看这摔泡 然后这边的话 还在 炖我的这个 排骨啊 一会就好了 哎 我没睡觉了 刚刚洗了一箱酒 酒好像 干了 今天大年三十啊 过去了 现在已经是新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我今年 呃 现在是正月初一 我可能还要再待个一段时间 具体要待多少天 我还真不太确定 所以 年前买了快递还没到啊 因为年前的话 一直下雪 这边路不通 所以的话快递一直耽误了 然后等年后的话 可能还要等快递上班 然后再送货 最快可能也得到初十左右吧 初八初十 嗯 反正在这边的话 正好这两天天气好的话 到时候可以 嗯 去周围看 因为这两天 因为天气 还是只在这个 民房附近逛了一下 等过两天 可以骑自行车 到其他地方去逛一逛了 看一看这个五大山啊 明夜半对我来说 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一天 也没有烧的特别的丰盛啊 以前还没有以前 烧好几个菜丰盛呢 今天年夜半就吃了一条鱼 喝了一点饮料 嗯 还行吧 一个人够了 明天的话去那个超市 再买点菜吧 素菜的话都还有很多 什么花菜呀 白菜呀 土豆啊 蒜苗都多的 就是 荤菜的话 就 还有排骨 排骨晚上炖了 明天早上吃的 下午去买点菜 到时候 然后 网上看看 超市有什么吧 超市还是 可以的 品类挺丰富的 虽然说就一些邓货吧 新鲜肉可能没多少 会一直看 所以的话 菜还是能买到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事事顺心 拜拜 朋友们下期再见